复理乡是台湾东部最大的股仓之一 商工所创全国各乡镇的先例 113年补助加强型水稻收入保险费用的10% 减轻复理乡农友的负担 并且不需要担心因为天灾等因素 而减产以致影响收入 复理乡是台湾东部最大股仓之一 商工所创全国各乡镇是先例 113年补助加强型水稻收入保险费用的10% 减轻复理乡农友负担 并且不需担心因天灾等因素而减产 以导致影响收入 今年从113年度起 我们本身又加了自己加了一成 所以目前我们加强型的农作物的 一个收获的保障的话 天然灾害的保障的话 我们是达到9成的补助 乡长江东诚说 目前本乡各米厂协助负担器座农友 10%的保费 因此本乡多数农友都以加保 加强型水稻收入保险 但卫气座的农友需要自行向各农会 申请加保 否则就无法享有政府补贴保费的美意 认定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在五年内 我们这个稻米的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 在五年内一期的一期的这个稻座的话 如果损害有百分之五以上 二期稻座百分之十以上 就可以用这个加强型的的一个规范 还有这个补助的一个标准 要提醒各位尚未加保的乡亲 务必在一起做投保时间 也就是1月1号到3月31号申请投保 以便全面保障自身权益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